新闻早知道 新闻早知道 14号晚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除此前通报的三例确诊病例外 安徽省再增一例确诊病例 一例疑似病例 其中确诊病例李某是张某某的同事 截至5月14号中午12时 安徽全省共报告确诊病例四例 其中合肥是两例 陆哀是两例 疑似病例 一例 安徽省最新公布的两例确诊病例的具体情况 我们来了解一下 根据安徽省卫健委的通报 5月13号凌晨 六安市育安区市立医院对就诊患者张某某进行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后经六安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 专家组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 同日上午11时许 合肥市肥西县根据玉安区推送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李某某信息 立即组织流调和核酸检测 对李某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专家组会诊 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 上述两名确诊病例 目前均在当地市级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根据排查 确诊病例李某某为江苏省无锡市某某集团员工 主要从事摄影营销培训 于5月1号从辽宁省营口市经大连飞至合肥 5月2号在六安市某某影楼开展培训 六安确诊病例张某某就职于该影楼 近期一直没有离开安徽 在李某某培训期间 张某某曾来听课并与李某某共同就餐 5月14号临时至19时 辽宁省新增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营口市报告 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 新增三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营口市报告 疫情防控不可踪施和大义 所以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昨天国务院联缝联控机制发布会介绍 截至5月13号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3亿6691万剂次 同时国务院联缝联控机制综合发布组 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方案第八版 各地要切实落实方案各项要求 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 现在国外一些地方出现新冠病毒的新的变种 也有接种国外疫苗的人员感染变异毒株的消息传出 那么目前国内接种的疫苗能否抵抗这些新的变异病毒呢 那么变异的病毒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去年上半年以前和年终发生的这种变异株 那么这个监测过程当中评价之后发现 它对疫苗的保护力没有任何影响 就是所有的疫苗对它们都是有效的 我们现有的研究数据包括临床试验的数据 和我们这个免疫接种血清交叉这个中俄抗体保护的数据 以及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 真实世界研究的上百万人的这样大规模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都显示了我们现有的疫苗 这个研究数据显示的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的灭火苗 还有美国的mRNA疫苗 它对这个南非猪对英国猪对这个巴西猪都是有效的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 国际方面连日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武装爆发严重冲突 当地时间14号双方冲突进入第五天 形势愈发紧张 据巴勒斯坦医疗官员的消息说 乙军的空袭和炮击已经造成巴勒斯坦方面至少有115人死亡 约有600人受伤 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 目前乙方8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14号凌晨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攻击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打击 尽管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但是以色列消息人士说 以色列地面部队是从边境地带以色列一侧向加沙发起炮击 并不是地面进攻行动 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进入加沙地带 有靠近边境的加沙地带居民也表示 没有看到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的迹象 另据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 自本月10号以来 以军对750多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也就是哈马斯目标发动了打击 加沙地带武装人员迄今 则向以色列发射近2000枚火箭弹 此前一天也就是13号 哈马斯曾宣布 其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当天向以色列最南端港口城市 埃拉特附近的拉蒙机场方向 发射了重型火箭弹 哈马斯敦促所有国际航空公司 立即停止前往以色列任何机场的航班 由于巴以冲突升级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 为了以色列的安全 只要有必要 以方行动就会继续下去 要让哈马斯等武装组织付出沉重代价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13号晚则警告以色列军队 不要在加沙地带发动任何地面行动 否则将面临残酷的教训 当地时间13号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会见千叶县政府官员的时候重申 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办 不过由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北海道 岗山 广岛三地纳入到紧急状态 从本月16号开始要持续到31号 至此日本处于紧急状态的一级行政区的数量 由6个扩展到了9个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千叶县知事森田当面向首相菅义伟询问了奥运会能否举办的问题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千叶县是东京之外奥运会场馆最多的地区之一 基建 摔跤 冲浪和跆拳道比赛都将在千叶县举办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14号透露 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 数量大约为1万5千人 运动员数量将保持不变 但是各参赛代表团和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数量 将从原来预计的大约18万人减少到9万人 如果到时疫情仍然严重 官员的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不过 令日本政府尴尬的是 在一个呼吁停止举办东京奥运会的网络签名中 已经征集到了35万个签名 此外 原本有528座日本城镇被选定接待 前来参加奥运会的海外运动员 包括提供赛前训练场地 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等 但截至12号 已经有至少31座城镇表示放弃这一计划 其中 日本西部岛根县澳出云艇 为翻新体育场馆花费的500万美元 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 还有一些城镇因为外国代表团取消行程而放弃接待 尼泊尔登山组织者当地时间13号说 有两名登山者12号在从南坡攀登世界最高珠穆朗玛峰时死亡 这两名登山者分别来自瑞士和美国 尼泊尔七峰徒步公司多名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 一名瑞士人和一名美国人分别于12号晚上8时左右和午夜死亡 其中 瑞士登山者成功登顶后 在下山途中出现精疲力竭状况 最终在珠峰南峰附近去世 另一名美国人在从海拔约8790米的西拉里台阶下山途中 出现血亡和精疲力竭状况 半晚抵达海拔7900米的第四营地后突然去世 近几年登山季期间攀爬珠峰人数激增 登山沿路过度拥挤 排队时间太长耗费体力 成为多起登山者死亡的原因之一 据尼泊尔旅游局数据 2019年大概十多名登山者在珠峰死亡 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素了 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了疫苗旅游项目 比如泰国一家旅行社近日就推出了类似行程 游客可以在旅程中接种强生疫苗 但这趟旅程价格不菲 根据人数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7000元至4万元之间 有人质疑这种旅游项目价格高昂 而且返程后还需要隔离半个月以上 明显是为没有工作顾虑生活富裕的人专门准备的 而新冠疫苗应该让所有人公平可及 全球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哈利波特官方旗舰店 将于今年6月3号在美国纽约开业 这家旗舰店一共有三层 占地将近2000平方米 哈迷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小说和电影里出现的 非常受主人公们喜欢的同款黄油啤酒 甚至还可以尝试一下黄油啤酒冰淇淋 同时这里也或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家销售 哈利波特系列和神奇动物系列产品的商店 当地时间12号 加士德拍卖行在瑞士日内娃举行的一场 皇家珠宝拍卖会上 拿破仑养女斯蒂芬妮的一套蓝宝石和钻石首饰 已将近300万美元 约和人民币1930万元的价格成交 据了解这批与拿破仑直接相关的物品十分罕见 因此需求大 成交价格远超预期 据了解这些珠宝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据说这也是斯蒂芬妮的结婚礼物 近日澳大利亚一名潜水员 在墨尔本莫宁顿半岛潜水时意外拍到蓝环章鱼和螃蟹的决斗 视频中这只蓝环章鱼与螃蟹在水底谨慎周旋 当章鱼伸出触角去触碰螃蟹时 螃蟹则快速躲开 举起蟹前展开防御 在海洋中蓝环章鱼属于剧毒生物之一 被这种小章鱼咬上一口能致人死亡 但这种章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除非它们受到很大的威胁 最近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团一次夜间编队飞行训练当中 飞行教练易小伟飞行学员徐磊驾驶的战机 在2166米的高度突发重大险情 但他们沉着应对 在高度不足500米的时候 成功重启发动机返回了地面 他们去停车了 对 停车了 四方 你在乘的礼物 小伙优独的地方 我常常喝两个月了 一会儿四方 喝两个月了 就四方待会儿回去吧 我就是停车啊 穿黑了 就准备交船换路的时候 准备 但是我 他给我下了交船换路的口径 但是我距离比较远 然后我就将他们追 但是没空脑速度差 然后后厂帮我收了把油门 就最后的时候 最后收油门 然后突然就发动机停车了 就在这个过程 你上了个月了 前面上了交船了 我们去停车了 对 停车了 四方 你在前面怎么着人啊 我还没动着的 飞机起码是接近迎接状况 第一想法我们准备要把这几个地面的亮光给夺取吧 因为你在飞机过这个时速 因为它这一块全是成功 那必须得转过去 对象机上 第一想法我们准备要把这几个地面的亮光给夺取吧 第一想法我们准备要把这几个地面的亮光给我们准备 第一想法我们准备要把这几个地面的亮光给我们准备 其实像你作为飞机员 我估计你这个问题 问所有的飞机员 第一时间谁都不会舍得跳伞 是吧 因为飞机员 像给自己的哥们一样 付给自己的孩子一样 第一时间任何人啊 他不会轻易舍弃的 感谢英勇的战士们向你们致敬 接下来我们依旧要认识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一位善良又细心的园丁 他的名字叫岳龙 是山东周城的小学教师 2018年的时候 岳老师发现自己的班级里有一名学生 因为家里遭遇了变故 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处境 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他隐瞒了身份 请家人出面 代表自己对学生进行资助 隐瞒就是三年多 直到今年四月 这事儿才被学生家长知道 今年四月初 山东周城市民张凤霞在刷手机时 突然看到女儿原来的班主任 岳龙的一张家庭合照 照片里除了岳龙 还有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从2018年以来 一直资助他们家的一位爱心人士 当时介绍的说的是 给联系的爱心人士 怎么在家庭聚会当中 就是有照着照片 所以就从各方面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是岳老师的姐姐 原来2018年 张凤霞的婆婆和母亲 先后罹患重病 她和丈夫忙于照顾老人 没法出去打工 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 突然的家庭变故 让当时刚上三年级的女儿文文 也感受到压力 为了帮助这个暂时面临困难的家庭 让孩子能继续踏实学习 文文的班主任岳龙 便决定隐瞒身份 有姐姐约艳出面 作为社会爱心人士 对孩子进行资助 孩子的自尊心怕受到伤害 我就委托我的姐姐 带我去孩子家里 去对孩子进行资助 每一学期呢 给孩子一千块钱 然后买一些学习用品 生活用品给孩子带过去 到2020年 张凤霞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就向爱心人士表示 不再需要资助了 而在过去的两年间 岳龙先后六次资助文文 共六千元 现在就是有时候就给妈妈说 给我说 到以后长大了 也得好好地学习 就是将来以后 也想当一名老师 如果想学生了 或者是其他人 有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帮助其他人 据了解 岳龙还曾是一名原章教师 在城市长大的他 扎根乡村 执教13年 在平凡的岗位上 旅行着人民教师的神圣使命 网友也被岳龙的行为所感动 纷纷表示老师太暖了 好老师会影响孩子一生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相信孩子想当老师的这个愿望 就是对岳老师最好的回报 岳老师的细心 既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又种下了善良的种子 相信这颗种子 一定会传递下去 开出最美的花 咱们常说天上掉馅饼 说的是您遇到了 从天而降的喜事 好事 但是您听说过 天上掉大狗的吗 而且掉下的还是一只 七八十斤的鸡毛犬 最近贵州的一位朋友 就遇到了这样的奇葩事 近日在贵州遵义 一只鸡毛从一楼门面房 掉顶掉下来的视频走红 狗主人石先生表示 狗狗有六七十斤 当时捉老鼠 雾从二楼的牙层跑进去 一楼是门面房掉顶 承受不了重量 结果塌了下来 他追老鼠追上去了 是从日楼的家层里面 日楼的露台 那肯定是有些缝隙 追老鼠就爬进去了 爬进去掉顶 肯定承受不了 他六七十斤的重量 他就砸了 就掉下来了 邻居就吓到了 几个女孩子 怎么突然天上 天降狗 那也吓到人家了 把人家掉顶都砸了 我还赔钱呢 这狗都是我捡的流浪狗 为了几个月的 石先生称 事情发生时 自己没有在现场 视频是邻居拍的 狗狗最后没有受伤 网友笑称 真是狗男耗子 多管闲事 而在四川摄洪 近日有居民的楼梯间 惊陷一条约 两米城的大蛇 幸好有消防员 及时将其抓捕 居民大喊 吓死个人了 最终这条大蛇 被送到野外 并放生 还好最后是虚惊一场 人和狗都没事 再把目光转向上海 从上海到北京 您都选择怎么去 估计一般就是飞机火车 再加上开车自驾 但是您听说过 乘着公交车 从北京去上海的呢吗 这不来自 华东理工大学 大二的学生小棠 就干了这样一件 一般人想都没想过的事 出发前 小棠花了一周左右 查找线路 不过由于一些城镇之间的 公交班次较少 间隔较长 实际行程中 小棠还是会根据情况 临时调整计划 旅行中小棠一天只吃一顿晚饭 其他时候吃压缩饼干和牛奶 晚上找价格低的小旅馆过夜 整趟旅程1810公里 跨越了华东淮海地区 华北平原 一直到北京 各地的风土人情 也通过一辆辆公交车 展现在眼前 路上听到的方面 从屋域到正块管话 到中原管话 到吉利管话 最到北京那里可以 你就能够很自然地体会到 我们的国家 到底有好大 国内的风雨啊 风雨啊 是我们的重复而不同 唐同学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 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有网友表示 这样的旅行难度太大 车费再加上住宿费 不仅不省钱 路上还折腾 不过有更多的网友点赞称 这样的旅行很有意思 可以融入每个城市的生活 选择别样的方式去旅行 有其意义 但是在这儿 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 昨天备受舆论关注的 杭州杀亲案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 杭州检方以故意杀人罪 起诉被告人许某某 嫌犯许某某在法庭上 供述了杀人的动机 18当天 他和妻子发生了口诀 因为家庭的水电燃气 都挂在妻子的名下 两人之间长期寄怨 此外 嫌犯曾要求精神鉴定 被驳回 2020年的7月5号 家住杭州某小区的莱某某 深夜离奇失踪 家属出十万寻人 后经公安机关的侦查 发现其丈夫许某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察机关披露 2020年7月5号凌晨 犯罪嫌疑人许某某 因为家庭生活矛盾 在家中趁妻子熟睡之际 将其杀害 分屎之后分散抛弃 继续来关注 新疆和田的断臂在职男孩 最近一段时间 新疆和田的一名7岁男孩 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4月30号深夜 这名男孩需要紧急前往 落幕 其进行揭臂手术 当地医生告知 手术需要在6到8小时之内完成 一场跨越1400公里的 生命接力随即展开 5月12号是新疆和田 断臂在职男孩术后的第12天 根据孩子的恢复情况 医院对孩子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轻创直皮手术 手术历时一个多小时 主要是缝合断臂续接手术时的 前臂减障窗口 修复液窝部分坏死皮肤和肌肉 肢体的情况很稳定 这个孩子最主要的肌肉 血管周围的肌肉是好热的 在对孩子液窝坏死皮肤的修复中 由于皮肤损伤面积小 医生们用促进皮肤生长的生物材料 取代了从孩子身体其他部位 取皮再直的方法 直皮后期可能带来的疤痕会略微小一点 这个是那个生物材料 最主要是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手的这个远端 这个手指的颜色还是非常红润的 就说血运还是非常稳定 此次手术中前臂减障窗口 不仅有一些皮肤坏死 而且手术当中也发现 身部肌肉也出现部分坏死 致使原本计划40分钟左右完成的手术 延长到了一个小时 等这个伤口稳定了 后期才会讲这个骨头长得没有 后期的这个康复怎么样 神经恢复周期很长 至少有个半年到一年的康复期 众院孩子能够早日康复 近日在广东新宁的一个小区里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辆失控的小轿车 将小区的保安亭撞翻 保安被困车底 危急时刻周围的热心市民 齐心抬车救人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4点多 一辆小轿车在出小区时 突然就往保安亭驶去 随后整个保安亭被小车撞翻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路过的群众 和附近的一些店家 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向出事地点 发现小区的一名保安被压在车底后 大家立即上前把车抬了起来 将车底下的保安移了出来 一边报警 一边呼叫120 很快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 经过众多热心市民的紧急施救 受伤保安在公安民警 及医务人员的及时处置下 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事后经 交警部门调查 事故原因是司机操作不当所致 交警部门也提醒 驾驶人员在行车过程中 要时刻注意安全 近日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迎来了一辆呼啸而至的救护车 车上是一名心脏骤停的患者 急诊科四名医生五名护士相互配合 轮流进行心外按压 三千多次最终挽回了患者的生命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 就是心跳呼吸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生命体征啊 我们这完全检测不出来 心电图就是一条直线 然后的话我们 马上的话呢 是给予他做了这个 紧急的心肺复苏 包括胸外心脏按压 气管插管 然后呼吸机辅助呼吸 电除颤 那么用了很多强性药物 那么我们一直持续抢救了 大概32分钟 心脏没有恢复之前 我们都要持续心脏按压 不能间断的 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团队作战 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要求 三分钟左右换一个人 因为我们要保证 这个按压的这个效率 当时那种情况 就感觉就是 感觉就是像 人救不过来了一样 但是医生还是建议 我们赌一赌 说救死医生 万一就是能救得过来呢 如果不赌的话 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慢慢挺坚强的 这关还是吵下来了 千万不能够就是说忍耐 包括我们这个病人 他其实是凌晨的时候 夜间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 这个胸痛的症状 但是第二天早上 他才到医院去就诊 这真是跟死神在座斗争啊 多亏了医护人员们的 一次次坚持和努力 才最终换来了患者的新生 百一天使你们辛苦了 更多新闻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月15号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推出的《沿着高速看中国》 特别节目 将走进吉林进行直播报道 报道组途经我省的大广线 穿越松原及四平双辽两地 并在松原市茶干湖设立直播点 展现增值放流 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 向全国观众展示 白山松水间的美好画卷 12号 由我台新闻中心 录制中心 大型活动部等多部门 组成的近30人的直播团队 傅松原开展直播前的准备工作 央视新闻频道 将于15号10点开始进行直播 日前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启动绿色通道品质提升活动 消灭道路两侧 无类化的光感度 工程覆盖长春绕程高速 机场高速 及13座互通区 11座收费站 主线里程104公里 造价7600万元 计划栽质桥木3.4万株 灌木138.34万株 栽质地备38.63万平方米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俯松消防救援大队 邀请县实验学校 百余名学生走进警营 零距离学习防火安全知识 消防人员为学生讲解了 发生火灾后应该如何报警 怎样正确防火 怎样科学逃生等 一系列安全常识 让学生们在寓教娱乐中 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提高青少年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 大型乡村题材清洗剧 鲜花盛开的山村 今晚在吉林卫视 继续播出28到29集 千辛矿违规重胎 村干事带头上山制止 李鲜花被逼无奈 进城求助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 吉林卫视农情剧场 我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入生活服务板块 现在开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开车的前提是您得先考取驾照 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 在驾照学习的日子应该是特别的难忘 尤其是科目二 科目三难度不小 很多人都不能一次性通过 都得接连考好几次 接下来这条消息您看了可能会很高兴 因为公安部新推出了12项便民测试 以后考驾照更简单 更方便了 5月10号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试点推行电子机动车驾驶证 自动挡汽车科目二考试减为4项 等12项便民举措 其中包括 驾照学员在自动挡汽车驾驶证考试时 科目二的考试科目中 取消破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项目 同时 科目三约考间隔时间由30日调整为20日 对增加大中型客户车驾驶上等 科目三约考间隔也由40日调整为30日 科目二对自动挡考试项目来说 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把它取消了 简化我们培训的这么一个时间 周期 还有就是方便学员了 小型自动挡之前的周期是考完科技之后 30天才能考科三 科四 但是现在来说就是20天左右就可以约了 就是非常连贯 像学员考试过程中 没有任何浪费时间的这么一个阶段 除交管业务外 在今年年底 六项护证业务也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省风办 分别为户籍证明 工作调动户口迁移 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户口迁移 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移 夫妻投靠户口迁移 以及父母投靠子女户口迁移 再来关注天气 预计今天白天空夜间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或偏西风 瞬间风力可达四到五级 白城松原四平西部 长门山保护区 火险气象等级为三级 其他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二级 长春震雨转多云 最高温17度 最低温7度 今天降温有雨 请您注意增添衣物随身带散 省内各地具体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长春震雨转多云17到7度 白城多云21到11度 松原多云19到10度 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9度 辽原小雨转多云16到7度 吉林小雨转多云16到7度 通化小雨19到9度 白山小雨19到9度 延吉小雨25到11度 长白山小雨22到5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再次欢迎您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布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新闻早报 参与互动话题讨论 迎娶集市生活频道 全程热恋栏目的 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 党界新实现 明年同一